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时谈 最近一个涉及全美各地 主要是针对华人的庞氏骗局案 逐渐浮出了水面 说大概有上万华人受骗 主要是以家庭主妇为主 说是 被骗的少则损失几千美元 多则高达20万美元 说现在的涉案总金额 已经达到了上千万美元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引起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注 说FBI已经介入调查 说这个骗局全部都是采取 微信入群的方式 邀请参与者入群 按照群规 说消费者可以在亚马逊 在Best Buy 以及群主建立的网站去购物 如果你交一个圈货金给群主 这个圈货金实际上是高于价格多倍的 押金实际上 就是高额押金 群主就承诺 说在一定期限之后 将会全部返还给你 比如说你交了一个几千块钱的 这个圈货金 比如买一个空调 只需要付几百美元就可以了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客户入群 你看买完以后 然后交的几千块钱还能退回来 应该这挺好 其实都是骗局 而且老客户介绍新人入群 还能够抵扣圈货金 所以这么一来 这个微信群里的人就越来越多 群也变得越来越多 从最初的一个两个的群 最后发展到几十个微信群 所以你看贪心的人 一个个都往火坑里跳 有人说 就是一个被害人 他自己说的 他们就是因为看到 群里面有很多人 发了反款的图片 所以先看看 慢慢的那么多人发 就相信了 然后就被卷入了骗局 说后来才知道 原来群里的这些人 说实际收到退款的 其实没几个 大部分晒徒的 其实都是鸵 都是钓鱼的 根据加州的一位华人 他说 他被骗了十万美元 半年多来 自己已经投入了十几笔圈货金 你说这还往里头 几笔拿不回来了 后面还往里头 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退款 也是执着 另外说在这些群里面 还会推出各种级别的 会员制 会员费 甚至高达六千美元一年 当然了 他也会给你承诺很多的优惠政策 但实际上 那都是满天过海的骗局 说后来到了去年年底 因为犯罪团伙 内部分赃不均 导致资金链就断裂了 老板也跑路了 最后这起案件 彭氏骗局案 终于浮出了水面 但是当你意识到 这个是骗局的时候 已经晚了 说到了今年的一月份 微信群里的管理员 也开始陆续离职 不当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群里就再也不提返款承诺了 只交钱就不还了 说谁要是提出质疑 就直接被群主或者是管理员 踢出群去 这才导致最后案件曝光 那么这个骗局的幕后主使 到底是谁呢 是何方神圣 经过多方调查 说根本就没有人见过他 后来被骗的一些人认为 说其实微信群里的很多管理员 实际上都是帮凶 都是合伙人团伙 但是有些管理员感到很委屈 反驳 说我们也是受害者 我们同样也是卷入骗局的消费者 只不过是比你们权限高了一点 当了个小芝麻官 管理员可以踢人 你看这多牛 还可以收一点返款提成 据一位当过管理员的人说 他知道的老板 微信名叫做阿飞 他的上线应该是 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 他收到的这个缺货金 也基本上都是通过刷卡 链接支付宝 或者是微信 或者是银行转账 等这些方式 转给这位老板的 他说他自己也是一个消费者 同样也支付了全货金 但是他只需要付一半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就是管理员的特权 另外他还能够得到老板 翻给他的1%到2%的提成 你看 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当管理员了 人家冤枉你们也是有道理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贪便宜必有所失 其实像这种信息 如果你收到的话 我觉得最好还是直接忽略 我记得我好像也是收到过这样的信息的 但是我没留意 我好像是看到过什么购物这样的一些链接 但是好像直接被我删了 我都没点进去看过 所以说这个乱七八糟的信息 大家最好还是不要点 直接删掉 最干脆 最近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宣布 说将在芝加哥推出一项空中继承车服务 说这条航线主要是从芝加哥的市区 到奥黑尔国际机场 采用的是电动飞机进行通勤服务 因为最近芝加哥的一条主干道 就通往市区通往机场的一个主干道 叫肯尼迪告诉 准备进入整修 估计这个工程按照美国的速度 至少得修上一年以上吧 所以从市区到机场的交通就成了问题 那肯定会毒死你 所以这个时候美联航联合航空就看到了 这个商机 所以立刻宣布 说将在2025年推出空中继承车服务 以后从芝加哥的市中心到奥黑尔机场 就不会再堵车了 这条航线将从市区的伊利诺伊大学 芝加哥分校西侧起飞 大约10分钟就能够飞到奥黑尔机场 机票的价格大概是单程机票 是在100到150美元之间 说相比起来 这个票价其实也不算贵 因为目前从芝加哥市区到机场的这个大车费 可能也需要100美元左右 因为这个路段说经常会堵车 现在说美联航正在开发短程的空中交通市场 去年他们其实已经向一个叫伊夫空中行动公司 订购了200架四人座的可垂直升降的电动飞机 准备开始和Uber抢市场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信号 如果芝加哥的试验要是能够成功的话 估计以后在纽约洛杉矶这些大城市里面 应该也会很快上马 因为现在第一个 航空公司 很多国际航线 现在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 现在的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 第二 随着一些大都市交通状况是越来越糟 短程的空中交通服务 看来确实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 所以说 我觉得以后 我们之前在科幻片中看到的 空中低势买天飞的这种场景 估计也不远了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股市 今天29号 美股早盘开高走高 道重工业指数 早盘上涨 227.57点 涨幅 0.68% 标普500指数 涨1% 纳斯达克指数 涨1.35% 费城半导体指数 涨1.97% 台积电 ADR 涨1% 根据分析认为 随着第一公民银行 在美国监管机构的支持下 收购了倒闭的硅谷银行 大多数的资产 收购之后 银行业也没有出现新的麻烦迹象 这个似乎说明 市场对银行业危机的担忧 已经得到了相对缓解 因此美国地区银行的股市 29号早盘也出现上涨 Trest金融集团和西部联盟银行 分别上涨1.5%和3.5% 第一共和银行涨幅达7% 美国银行高盛和摩根大通 等大型银行的股价均有上涨 但是涨幅都小于1% 看来前段时间 美国爆发的银行危机 似乎缓解了一些了 最近随着ChatGPT的出现 引发各界对先进AI系统的 滥用疑虑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最近跟一群人工智能的 AI专家科技业的高管 共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说呼吁暂停训练 比ChatGPT4还要更强大的 AI系统 就不能再搞了 先停一停再说吧 再搞下去 不知道能不能控制了 说暂停6个月 理由是 这可能将危及社会和人类 据路透社报道 说这份公开信的联署者 超过1000人 除了马斯克之外 还有苹果的共同创办人 沃兹尼克 还有Stability AI公司的执行长 莫斯塔克等一些科技界名人 他们在公开信中写道 说强大的AI系统 只有当我们对它的正向效应 有信心的时候 它的风险可以被管控的时候 才能够研发 所以他们在信中请求 请在确保拥有安全协定 能够让业界共同遵守之前 暂停先进AI系统的研发 并且他们主张 相关安全协定的设计 必须由独立的专家 来发展应用和审核 另外这封信也详细地列出 AI系统可能对社会文明 带来的各种风险 其中包括经济 政治各种混乱 因此他们的诉求是 请AI研发者 和监管决策当局合作 制定相关规则 说就在这封公开信发布之前 欧盟的一个警察机构 在本周一对ChatGBT 这类先进AI的 伦理和法律问题表示担忧 而且还警告 说这一类的AI 潜在网络钓鱼 假信息 以及网络犯罪等不当使用 都需要大家提高警惕 所以说现在 人工智能 AI技术 已经像洪水猛兽一样 正在朝人类狂涌而来 所以说 要是监管机构 对这个不做监管和规范的话 随着AI日益强大 任由AI技术野埋生长 那么由此而引发的灾难 肯定也会随之而来 大家都知道 特斯拉电动车 有一个车载识别系统 就当你的汽车的周围 出现人的时候 它就会感应到 然后提醒司机 要注意行人 这个功能还挺好的 是吧 但是最近 说有一位加州的朋友 有一天 他开车经过墓地 突然车里的显示屏 显示 提示附近有人 他先是惊了一下 然后仔细的看了一下四周 没人 四周都是墓地 安安静静的 一个人也没有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他就把这个视频 发到了网上 传到了TikTok上 说我的特斯拉有第六感 然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然后第二天 他又发了一个视频 说这是第二个黄昏版 黄昏的时候又去了 说特斯拉又看到了两个灵魂 然后有人就留言 说你晚上可以去吗 试试晚上有多活跃 这个视频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 跟帖 有人说当别的汽车还在调整防碰撞系统的时候 怕你碰到人 人家这边已经开始帮你避开撞鬼了 也有人说不愧是特斯拉 技术甩开业界同行一百年 不过也有人留言 说玩归玩闹归闹 但是千万不要拿安全开玩笑 说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次的乌龙事件应该没有传的那么邪乎 后来这个事情也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关注 据专业人士分析 说这种情况应该是特斯拉将园里的墓碑等这些物件 不小心误认为了是行人 所以就发出了探测反馈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场乌龙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这两天随着田纳西州的小学枪击案 造成三名儿童跟三名学校员工死亡 这些案件发生之后 再次引发很多网友对跨性别人士的讨论 因为根据报道 说这位被击毙的枪手 是一名28岁的变性人 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 但是她自己认同自己是男性 根据媒体的报道 说她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他们无法接受女儿的性别认同 所以一直都不准她在家里把自己打扮成男性 那么她在家里是一名女性 然后等她离开家的时候 她就会把自己换上衣服 变成一名男性 据她父母说 他们确实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无法接受 本来跨性别的话题 一直都是美国社会争议比较大的话题 现在随着这起案件的发生 美国的一些极右派政客 就又开始拿这个案件进行大肆的宣扬 最后把枪击案的责任 就引到跨性别的问题上去了 他们认为这个跟枪没关系 就是跨性别的问题 当然这个在美国的左右两派阵营中 这个话题对于跨性别的问题 一直都是在争议不断 那么美国的民间对这个问题 现在又是怎么看的呢 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前的前几天 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 正好做了一项民调 结果显示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 当前社会对跨性别主义的接受程度过头了 而且有一半的人拒绝使用性别中立的代名词 政府不是提出来吗 让大家在以后再描述性别的时候 要用中立的这个性别 不要说男他女他 这个好多人不接受 在民调中当收访者被问到 美国社会对跨性别人士的接受度是否太过 那么这个问题呢 有43%的人表示太过了 33%的人认为还不够 另外有23%的人表示刚好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你是觉得过了还是不够呢 或者是刚好 欢迎大家留言表达你的看法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都在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口作呀看呀 亲啊 中啊 怎么点亮 亲啊 中啊 怎么亮 哪里 常呈看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